静瑞阳有些发愁 头疼得习惯性想揉揉眉心 却有一双手掀他一步 落在他的眉心上 那手有些冰凉 又有些柔软 瑞阳哥哥 你是不是很难受啊 徐思思关心地问 他看他的眉心皱了好久了 可能他真的给他造成困扰了 他随意惯了 有时候有些藏不住事 早知道 他就不和瑞阳哥哥说那么多了 静瑞阳握住他的手 把他的手拿了下来 啊 瑞阳哥哥没事 趁着这个机会 金瑞阳把他的手握在手心里 轻轻地拍了拍 又拍了拍 再拍了拍 拍了无数次 还是没放开 徐思思的手背都被他拍红了 瑞阳哥哥 他抽了抽手 想说他握得太紧了 这样他会受不了的 想亲他 把许思思送回家 金瑞阳直奔大院 家里只有静南西在 小姑 监狱回来了吗 嗯 在房间里呢 静南西一边看报纸 一边顺口应了一声 金瑞阳脚步一顿 大白天在房间里 这家伙不会又在干什么鬼事吧 想到许念念怀孕了 金瑞阳瞬间释怀 静狗子应该没那胆子 他脚下生风 来到金瑞的房门口 抬手 敲门 金瑞正在和许念念亲热闹 虽然不能干那种事 但不影响他收服力啊 听到敲门声 声音有些不耐烦地问是谁 许念念推开他 钻进被窝里 说要睡午觉 让他赶紧出去 金瑞怀里一空 感叹于他泥秋般的速度 好笑地凑过去 在他嘴上啄了一口 这才起身过去开门 哟 打扰到了 金瑞阳看金玉的表情明显不悦 心里那丝不平衡 受到了一丢丢的安慰 有事 金玉挑眉 不想出去 还想和媳妇温存 金瑞阳撑着额头 丑眉苦脸的表情 唉 还真有 两个人下了楼 之前还在看报纸的 金南西 也不知道去了哪 金瑞阳开门见山地说 哎呀 金玉 我完蛋了 一开口就这么丧 明显不符合 金瑞阳的作风啊 在金玉的眼里 金瑞阳 是那种遇到什么事 都能假装一副 运筹帷幄的表情说 我能搞定的 那种人 他掀了掀眼皮 怎么了 金瑞阳捂着脸说 哎 我对你小姨子 起了色心了 金玉 双腿原本搭在茶几上 听了这话 没控制住 一脚蹬开了茶几 小黑妹 看金瑞阳 不现开玩笑的表情 金玉张了张嘴 什么小黑妹啊 人家有名字 回头我叫你媳妇小白妹 你信不信啊 金玉倒也没生气 他乐呵 八字还没一瓶 就开始护上了 看来这笔货 终于要交代出去了 认真了 不认真 我会找你啊 金瑞阳觉得 金玉问了一句 不能再废话的废话了 他如此直白地承认 倒是让金玉有些意外 理智地分析道 那丫头不是你的菜 他记得 金瑞阳可口声声 说要长个肤白 貌美 大长腿 还要温柔贤惠 还要仙气飘飘 能勾起他的冲动 金瑞阳顿时满脸黑线 哎呀 那都是啥时候说的话了呀 你也信啊 我没信 知道他来找他 肯定不只是单纯告诉他 他对小黑蜜动心这事 说吧 还有什么为难的事啊 金玉难得好脾气地说道 金瑞阳能认真处对象 这是好事 以前金玉没处对象之时 觉得金瑞阳 没有个心仪的对象 是很正常的 那时候 在他的眼里 女人骂 实在提不起兴趣 现在结了婚 有了许孽孽 金玉每天 都想死在温柔箱里 所以觉得 金瑞阳到现在 都还没处对象 很没用 金瑞阳捂着脸道 小思思 也喜欢我 这答案 在金玉的意料之中 这小丫头 每次看金瑞阳的眼神 都不太一样 可不是喜欢吗 之前 他媳妇还跟他 打听金瑞阳来着 说许思思喜欢他 哪有情女友谊 很好啊 金玉重肯地 给出评价 比他那时候好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